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 第36集 顾南婷的选择 是梦 还是现实 第二天 顾南婷醒来 发现自己在承霄家里 自己一身的酒气 想想是昨晚喝多了 倪湛把他送回家的 可是怎么送这儿来了 这个倪湛真是的 正想着呢 承霄打开门回来了 看见顾南婷睡醒了 面无表情地说 我去外面买了早餐 你洗漱一下过来吃吧 顾南婷殴了一声 快步走到洗手间 边洗脸 边回忆 他记得他昨晚好像是在梦中 和承霄热吻 还有其他暧昧的动作 虽然他喝醉了 但他不是承霄 不会一喝醉就断片 这些他可是清楚记得 可是 究竟是因为他太想念承霄做的梦 还是真实发生的 他确实有点分不清了 洗漱完 坐到饭桌跟前 承霄慢悠悠地吃着包子 喝着豆浆 说 你快吃 吃完了赶紧回家 顾南婷抬起头 看着他 也没吃 承霄问 你昨晚怎么到我这来了 顾南婷有点尴尬地说 我昨晚喝了点酒 一不小心就醉了 也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你家来了 然后抿了抿嘴唇 还是问出了 昨晚 我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不该做的 承霄想起昨晚上的情景 心跳不由加快了速度 但依旧面无表情地回答了两个字 没有 顾南婷松了一口气 但还是说了句 如果有 我向你道歉 为了撇清关系 承霄不耐烦地说 我都说了没有了 爱的方式顾南婷嗡了一声 继续问他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确定要和我分手 不是一时冲动 承霄边吃边点了下头 顾南婷没有犹豫 直接说 好 既然这是你想要的 我同意 承霄正喝着豆浆 明显愣了一下 这不正是他所期待的吗 可他又在不舍什么 随即 恢复平静的心态 说了一句 好 顾南婷离开饭桌 拿起外套 关上门走了 顾南婷就是顾南婷 他也有自己的骄傲 前两天 他来过他家 只是远远望着 看到过林一轩来过他家 他确实深爱着承霄 可正因为他爱着他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战有欲 把一个不爱自己 而爱着他人的人 禁锢到自己身边 他希望他快乐 他想放手也是一种爱 屋内 承霄已潸然泪下 为什么命运 对他如此不公 屋外 顾南婷有多揪心 眼中的泪珠 已然滑落到脸庞 家长质问前几天 承霄爸妈 本来打算提前过来 准备他们结婚的事宜 结果被承霄告知 婚礼取消了 好不容易接受了 过了几天 又说他们分手了 承霄爸妈 也是被吓得不轻 这两孩子 瞎闹什么呢 这不两人赶着飞机过来当面问 承霄打开门 一看是他爸他妈 心也虚了 却依旧笑脸相迎 不是说了婚礼取消了吗 你们还来干什么 承霄妈妈从肩上取下包 承霄爸爸立马顺手接着 承霄妈妈一副大爷式的模样 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 毫不客气地说 怎么 你不结婚我还来不了了吗 承霄瞬间感觉到周围气压有点低 承霄爸爸给承霄一个眼神 示意他说话注意着点 千万别惹恼他妈妈 承霄继续讨好般地说 当然可以 您和爸想来就来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随时欢迎 萧母 你和顾南婷到底怎么回事 说推迟婚礼就推迟婚礼 行 这个我们也接受 现在又要分手 日子不想过了是不是 承霄 什么呀 不结婚我日子该咋过咋过呗 快三十年了都是这样过来的 萧母 别贫嘴 给我个合理解释 承霄 也没什么 就是不想嫁给她了 萧母 结婚是能这么任性的事吗 说说吧 是不是顾南婷的原因 承霄闭起嘴吧 萧母 她对你不好吗 或是 你发现她婚前出轨了 你说出来 妈替你讨回公道 承霄不耐烦的摇摇头 都不是 妈 你可真能瞎猜 不是她的原因 是我的原因 我不爱她了 就这么回事 萧母 你这孩子 感情能当心吗 就跟过家家似的 我就说嘛 小姑那么好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到时就等着后悔吧 一目了然 承霄 我都跟她分手了 你还一口一个小顾 要不你干脆任她当个儿子算了 萧母偷着笑了笑 我才不要她给我当儿子 我要她先给我当女婿 承霄对她妈简直无语了 刚想出口怼她 只听老爸在一旁附和着 好好好 先当女婿 说着 给承霄又识眼色 让她少说点 承霄也知道 他妈妈有高血压 不能受气 就闭嘴了 之后 萧萧爸问萧萧妈妈 说 你不是平时牙尖嘴利得很吗 怎么今天没劝让他俩赶紧和好啊 万一这次彻底分了 可怎么办呢 萧妈一副胜券在握的状态 说 我没来之前 是真怕他们分了 来之后 咱们不是先去找的小顾吗 她本身就舍不得你女儿 无奈承霄要分手 她是被迫才同意分手的 你刚才瞧瞧你女儿那样子 我一提起顾南婷 眼里全是不舍 就一张嘴硬 他们呀 谁都理不开谁 我们就在这安心待着 看着吧 总会和好的 萧爸给他竖起大拇指 还是我老婆精明 抓包顾南婷最近上班一直不在状态 心里有事 怎么能专心工作 每到下班时间 他总会偷偷跑到城萧家附近 远远看着他 看到他生活一切都正常 他嘴角才会露出一丝微笑 他这个人 就是自尊心比较强 既然已经放手了 他也不想打扰他 但又不能不想他 只能用这样拙劣的办法 一天下午 他趴在大门外面 看城萧和他妈妈晒被子 正专心致志地看着 不料被城萧爸爸从后面抓包了 萧爸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都来了 怎么不进去呢 顾南婷尴尬地说 叔叔好 我只是 只是路路过 顺便看看城萧在干嘛 萧爸 我正要回去 一起进去做会呗 顾南婷 那个 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先回去了 说着就要走 萧爸叫住他 说 知道我当初怎么把你阿姨取回家的吗 死缠烂打 顾南婷嗡了一声 头也不回地走了 要说死缠烂打 这好像还真不是顾南婷能做出来的事 他和城萧一样 都有自己的倔强 使勇 excessive